随杨帝杨广不定杀了自己父亲和兄弟 还多么强扫 一生不可谓不荒唐 可随杨帝在最后的时间里都没想到 为何所有人都要谋反 杨广从小就心机活神 13岁就被封为晋王 可这并不能满足他的野心 他的目标从指至终都是皇位 曾经杨广看着自己父亲掌握天下大权 一句话就可以决定很多人的生死 还拥有数不尽的财富 便很羡慕 但是杨广知道 皇位可不是那么好拿的 于是从小就把本性伪装了起来 杨广知道自己母亲孤独皇后 不喜欢男人三妻四妻 于是长大后就只娶了一位王妃 并且摆出了一份深情认识 不过他的哥哥太子杨勇就不是如此了 杨勇天生好学 性格随和 为人直率 从不弄去作假 但就是妃子有点多 因此很不受孤独皇后喜欢 而之后杨勇的太子妃死了 皇后就认为是被他的小妾谋害的 于是就暗中派人监视杨勇 这件事给杨广知道后 他的伪装更深了 之后杨广上朝时 就连马车和侍从都从前出发 面对朝廷群臣时 也是极其有礼貌 完全看不出后来天老大 地老二 我老三的样子 之后杨广想要争夺功名 于是他就在外面 开始了南征北战 随着国土慢慢扩大 随文帝看着杨广那是越来越喜欢 公元588年 杨广凭借着前面的功绩 成为了大元帅 于是便带领大军一路向南推进 最终实现了天下统一 之后杨广还不满足 就开始了北上 想要灭掉突厥 杨广做的这些事 随文帝都看在了眼里 记在了心中 这时就已经有了想废掉 杨勇太子之位的想法了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 杨广做的确实很好 又或者说是伪装的太好 完全可以成为一代雄主 要不是之后发生了一件大事 皇位一定不是杨广的 也就不会发生以后的 师父杀凶之事了 杨广四处征战回来后 因为高兴就多喝了几杯 结果这就坏了大事 那天她刚好在花园凉亭中 碰见了穿着单薄的妹妹穷花 于是就起了歹心 而前面也说过 杨广平时伪装的极好 可今日喝了酒 本性就暴露了出来 穷花因为体力反抗 一个不慎 杨广就将她闷死了 这时她就从醉酒中醒了过来 深知犯了大错 怕隋文帝查到她的头上 从此与皇位无缘 毕竟穷花是父亲最喜欢的女儿 于是她就把穷花丢进了后花园的水池中 想要遮掩此事 隋阳帝杨广心机深沉 不仅师父杀凶 还想玷污自己妹妹 实在不当人子 杨广为了争夺功名 南征北战回来后 因为多喝了几杯 就不小心杀了自己妹妹穷花 第二天 隋文帝发现穷花失踪后 便派人四处搜索 于是就在水池中发现了穷花的遗体 隋文帝得知后 大怒连忙照须朝廷百官和各个子嗣 她一来到后怕被此事牵连 于是纷纷说 穷花公主是不小心溺水而亡 皇上听后 大怒之下 就要杀了服侍穷花的所有人 穷花又不是小孩子 怎么可能不小心掉入水中 于是李渊提议 希望皇上能够亲自掩尸 阳广听了后 立马就急了 便商前劝告父皇 穷妹还没出嫁就已经过世 万万不能这样做 不然穷妹九泉之下 不得安宁了 与此同时 李渊却发现 杨广手腕上有几道细小的抓痕 于是便怀疑穷花是他杀害的 但因为没有证据 李渊也就没有吭声 之后太子李渊迟迟到来 隋文帝立马责怪他 你身为太子 却不误国家大事 整日沉迷 斩土之术 远远不及你弟杨广 于是就下令 废掉了杨勇的太子之位 盛怒之下 甚至打算杀了他 要不是李渊极力劝阻 杨勇就已经死了 可在这期间 杨广却多次劝告他 让他杀了杨勇 于是隋文帝就起了疑心 要不说他是帝王 冷静下来后 就发现了杨广可疑的地方 但怀疑就是怀疑 总不能因为这样 再杀一个孩子吧 于是就对杨广说 你兄长虽然做的不好 但也是手足兄弟 要以德治国平天下 于是就给了杨广太子之位 这么做 也是为了让他安生殿 顺便看一下成为太子后 杨广会做什么 但之后发生了一件事 让隋文帝也沦陷了 孤独皇后去世 这个一直管着隋文帝的死后 不止隋文帝嗖的口气 就连权臣百官和杨广也感觉浑身自在 毕竟孤独皇后生前 最看不得男人神奇死妾 就连群臣家的小妾都要管 于是他死后 隋文帝就迷上了轩华夫人 每天夜夜升歌 朝廷上的事 全都交给了杨广来管 就这样不久之后 隋文帝的身体 一天不如一天 大限将至 隋杨帝杨广杀害重病的父亲 还要夺取父亲辛娜的妃子 薰华夫人 公元604年 隋文帝病倒在了仁寿宫 但人还没死 杨广就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之后杨广给全臣杨肃写了一封信 但不知中间出了什么差错 这封信居然跑到了隋文帝手中 隋文帝看后 隋即大怒 而这时 全华夫人刚好回来 告诉隋文帝 刚才杨广想对他行不轨之事 直到这时 杨广多年的伪装才完全暴露 于是隋文帝就打算飞掉杨广 改立长子杨勇为太子 但可惜消息不慎走漏 被杨广得知 于是他就带着全臣杨肃 封做了仁寿宫 之后就传出了隋文帝病逝的消息 但结果其实不言而喻 自此有杨肃给他做伪证 杨广顺利登上了皇位 封号隋杨帝 之后他就假传隋文帝遗嘱 刺死了大哥杨勇 并找借口软禁了其他兄弟 还把杨勇的妃子和宣华夫人 收入了后宫 在这之后 他下达了巨大的错误指令 根据文献记载 隋朝人口一度超过了5000万人 可仅仅过了15年 人口竟然锐减到了1500万 整整消失了3500万人 这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隋开皇14年天下大旱 百姓急不择事 可当时国库充盈 但隋杨帝却不赈灾百姓 粮食宁愿坏了 也不愿撒出去 搞得百姓民不聊生 其实当时还有一条规定 百姓给朝廷交粮食 让其暂时保管 等到了灾年再还给他们 可隋杨帝却违反了这一规定 之后发生的事 更是惹得百姓民不聊生 隋文帝因为想名流轻事 就让人打造了数万艘船和龙舟 用以修建隋唐大运河 除此之外 他还让人修建 占地上百里的显人宫和天津宫 要知道过宫才占地一平方公里 耗费的财力物力 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而就是这样的情况下 隋杨帝还要压榨百姓 之后他召集人手 开始了向西征战 还三征高沟离 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隋杨帝不出意料的大败了 这直接导致了农民起义 根据文献记载 当时起义遍布了山东 河北等十几个区域 眼看大事不妙 隋杨帝就向南方逃亡 军臣也开始了谋反 最后隋杨帝终究 还是被抓了回来 享年五十岁 不管什么样的人物 他们之间发现的生动故事 都在历史长河中 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从而让我们看到了 历史的波澜壮国 和乱世英雄 本期视频结束 大家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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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